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请进 好了 那我们一进来右手边呢 就是一个戴戏手间卫浴的套间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套间 那房子呢有四个重要的设计元素 就是采光格局 使用线和动线设计 我之前有说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房子的设计呢 就是现代感和动线设计 那么这一种设计呢 充分地利用了各种建筑元素 比如说镜面玻璃木条墙纸墙板呢 会住户呈现出一种非常踊跃 舒适的无比现代感的感觉 在这边呢 在这边呢是这个卧室自带的客厅 包含洗手池 简易厨房和酒柜 好了 让我们现在去客厅的正厅 去参观一下吧 从楼梯的设计 墙纸的格式 地板的走向 上天花板 微调的这些细节上呢 大家都会发现 这个房子现代感在足层的体现出来 那这边呢有一个客用的洗手间 那这栋房子的具体信息呢 我会放在屏幕上 那这个房子呢 地属于孙地亚哥 孙地亚哥这个城市 大家都知道 它最著名的就是它温暖一人的气候 还有美丽的沙滩 那它是临近太平洋的 它位于美国的西南部 是与墨西哥陆地接壤的 那很多人呢 都为了它美丽的气候而搬到这边 那这边呢 一年四季都是非常温暖的 而且空气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呢 它的HOA是232块3毛4每个月 那它的地税呢 是1.04 general tax 加上3000多的承建税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样板房 它的装修全部都是极简主义风 这一点呢 跟我们之前看的样板房的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随意先关一下 来吧 这一年底上 多久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有一位法国设计师说过 厨房空间颜色要限制在三种 白色浅咖素色搭配 房子显得简洁干净 让人好奇未来的屋主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设计清新素雅 又不是活力 白色的瓷砖 地面和理石台面 相互搭配起来 再加上素咖的橱柜冷静优雅 橱柜底部设置的灯光带 这样的设计会避免出现照明的死角哦 位于烤箱和冰箱之间的钢物食品储 储藏室呢提供了富裕的收纳空间 木条与不锈钢件的延伸配合着开放式的厨房 达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层次感 白色的台面呢代表着谦虚和低调 融合了简约的思想以及人文气息 好 我们先去院子里面看一下吧 好安静的院子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 院子另一色的这个玻璃房呢 是可以用作单独的工作室 健身房或者是办公室的 让我们一起去院子里享受一下圣地亚哥的阳光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栋房屋的整体彩光呢都是非常好的 一进来呢就有一种非常明亮 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们先一起去二楼看一下吧 二楼一上来呢就是一个卧室 整体的台面包括卫生间厨柜和楼下的书柜 厨房的厨柜都是一致的色调感和设计感 这边还有一个双洗手台的卫生间 看一下二楼第二个卧室 洗衣房的洗衣机 烘干机以及后面的墙尺都非常的富有现代感 并且拥有非常富裕的收纳空间 楼梯走过这一侧呢是一个适合家庭活动的小客厅 举木望去呢远处是漂亮的山景 那么旁边的这些空地呢将会成为家一切的新房 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个房子中央的日式风格的小院子 现在让我们来楚卧参观一下 首先经过的呢就是主卧的卫浴 这是使用经典的白色这种素雅大气的东方的情调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漂亮的浴缸一边泡澡一边喝着红酒欣赏远处的山景 真的是非常的浪漫 这边呢是一个带有桑拿设置的淋浴 这是第一个主卧的衣柜 这边是第二个衣柜 这边是第二个衣柜 设计师明确的设计了男女主人衣柜的分配 当经过了主卧卫浴我们来看一下卧室的设计是什么样子的 用四个字来形容清新素雅 这种设计呢有一种很强烈的东方情调 小伙伴们有没有感觉到主卧的吊灯有一种同坐的恩怨的感觉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主卧的阳台 眺望远处的山景像是一幅精致比划的山水画 是否有一种白天微香移村未来时夜晚追捧月弄花香衣的感觉呢 让我想到一句话 远方的风景才是最美的你 起风了清风徐来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记得联系我哦 我是Mina 谢谢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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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